你知道吗 早在十年前 我们就出了一部震惊世界的动画短片 他全长16分钟 由一位中国小伙 拼起一己之力 好使三年时间制作完成 他曾风鸣网络 被当时的众多网友称为 华人最牛原创动画 他参加了国内外各种动画短片的评选 大小奖项简直拿到手软 他的制作人 就是2019年以哪吒46亿的票房成绩 越军内地英史第二名的导演 饺子 这是一部反战题材的动画作品 两国首脑冰冰有礼 看似一片核气下却各有刺心 渐渐的 他们的焦点同时落到一块小岛上 在刮盘小岛的时候 他们无法达成共识 终于产生了分歧 谈判破裂 战胜说打就打 二人双双换上战袍 化身扑克里的国王 拔剑相向 蔚蓝天空上 一张张纸牌飞机纷纷出动 整齐划衣 茫茫大漠里 一张张纸牌坦克开始行动 气势磅礴 汪洋大海中 一条条纸牌战舰 如蛟龙出海 似猛龙过江 海边下的潜水艇 纷纷发射导弹 闪耀着金光一片 这些军队无一例外 被谈判桌前的两个人操纵着 不断向对方发起进攻 原本在简单不过的洗牌 却变成了对决的过程 有了指牌着火了 是战舰被击中 化纸视频的指牌被撕碎 代表了生命的灭亡 一时间 枪林弹雨 火光冲天 在这个云层里 两国的飞行员 也在万米的高空 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两人互不相让 长下巴所定目标 发射炮弹 成功了 他得意洋洋的冲着镜头 比了个威 却没曾想 在那前军一发之际 发脑袋拉出救命道套拦截 转而击毁了长下巴的飞机 长下巴跳散逃生 发脑袋正打算给出最后一击 却不曾想 又被长下巴坠毁的飞机砸中 就这样 两个敌对阵容的飞行员 一个长下巴 一个发脑袋 一起掉落到了一个荒岛上 两人想都没想 继续扭打 开始了赤手空拳的护殴 打斗过程中 笨手笨脚的两人 不小心被捆在了一起 长下巴还顽强的通过喷鼻血 这种自残的方式 要把发脑袋的头 加进海水里 想淹死对方 但就在发脑袋 咽咽一息时 长下巴震惊的发现 自己也被困在了茫茫大海中 于是他拼命的 想要救活发脑袋 他需要一个同伴 几个月过去 两人相依为命 从敌人成了兄弟 他们在小岛上 下海捕鱼 摘椰子 原来用来剥夺性命的军刀 也成了给对方理发的神器 这个只有弹丸大小的无人荒岛 竟然意外地成了他们的世外桃源 直到这天 两人正在下棋 发现海面与船只驶来 发觉自己即将得救 他们欢呼雀跃 手舞足蹈 以各种方式发出求救信号 终于可以脱离孤岛了 可随即射来的几枚炮弹 将他们的快乐 轰击了个粉碎 望下身后 把更多的士兵送去了战场 虽然士兵们相互恐惧 但随着国王大劲一挥 扑克牌还是像浪花一样 向前翻滚 重逢信阵的指牌士兵 也被纷飞的战火烧成灰烬 撑得真炮灰 战争并没有结束 甚至愈发的残酷 两人对视两久 一言不发 而此时不远处 又驶来一艘船 原以为他们会离开 却没想到 他们相机选择躲了起来 相比外面世界的残酷 也许这里 才是最后的净土吧 他们选择留在黄岛继续下棋 然后虽然依旧漫天战火 可动画最后 那颗叶子树上被打破了的猪网 象征着 方脑袋和长下巴冲破束缚 逃离了作为棋子的命运 短片了片名 源自周星驰的电影 陆顶记 行爷饰演的韦小宝 跟反拍进行激烈自杀 最终双双掉落山洞 却发现巨大宝藏 两人死来打剧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于是韦小宝笑道 这句姓爷激进发挥的台词 被导演饺子用来表现 战争的荒命与残酷 充满了调侃和讽刺意味 片中还有个细节 两国视频看似面无表情 可脸上却汗水夹杂着泪水 在偷偷的流 紧握着枪的手 也在紧张的发抖 他们厌恶战争 他们想活命 却又像一张张 被站在珠网上的扑克一样 有时候人的命运 也只是身不由己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而暂时脱离了战场的 放脑袋和长下巴 在相处孤岛的时间里 他们看透了战争的本质 思考自己一直以来 究竟为何而战 所有的士兵 却也都不过是 政治家属中的纸牌 被任意玩弄 他们不再是具有灵魂的人力个体 而是成为了兵冷的作战工具 两人最终选择了逃离 与其说他们是逃兵 不如说是 他们不愿再充当 别人手里的一张纸牌 他们想跳出尘网的束缚 将未来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是大铁牛 祝各位 前程似锦 未来可期